家居行裡頭通通都是落葉 沙發上到處能看到碎玻璃 五號一早員工出動開始清理 拖著家居業者損失慘重的 還有三名區的停車場 大型框架硬生生砸在車頂上 一眼望去瞞目倡疑 更讓人擔憂的是 不曉得損失該找誰要 受到前兩天颱風的影響 也是吹起了超級狂風 我們可以看到我後方 原本是一個六間店面的鐵皮屋 當時也是受到刮起大風的影響 它整個鐵皮屋頂 是整個被往後吹先到後方的 這處停車場 停放在停車場的車輛全都遭殃 後車廂嚴重凹陷 有了車輛四面玻璃全碎 災情嚴重的還有博爾特區 步道屋頂受損 烏瓦也被吹翻高雄博爾藝術特區 蓬萊倉庫的哈馬興台灣鐵道館也很慘 這樣都沒有開門 現在我們就比較失望 住了很多島了 哈馬興台灣鐵道館得要長期維修 因此必須修管 至於博爾縣小火車預計六號恢復營運 排放短暫過境 但復原時間卻是遙遙無奇 華新聞綜合報導 哈囉 我是李明銳 想要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我們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